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6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59集 选举已经结束了 不过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是普世价值 有能力可以努力又很会做事的人 我们一定要给他机会 对不对 但在现实世界里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那些企业老板 例如郭董、张董 他是要找一个能力很好的CEO来带领公司 还是会去找一个很老实 但是能力频频的人来管理自己的公司 我们在职场常常会看到或听到 有的人的表现并不怎么样 但就是升得特别快 反而很努力能力又很好的人 就一直升不上去 我们都会痛恨这种不公不义的升线方式 我们都希望自己或自己小孩的能力跟努力 能被看见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但是反思回来 你也会给最有能力跟最会做事的人机会吗 人性其实是很矛盾的 我们都不希望人家不公平对待我 但我又不能公平去对待人家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复杂的理由 或者叫信仰 所以在现实世界里 就算你能力好 很努力 又很会做事 你会出头天吗 别人会给你机会吗 突然发觉我们自己的命运 多数时候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不需要靠别人 自己就可以去做 那就是投资理财 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是虚幻的 只有钱才是真的 因为你没有钱就是不行 没钱就走不出去 所以你一定要有钱 要累积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投资理财 而且你要马上去做 因为时间不等人 机会也不会太多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 一定要快点去做 不做你将来会后悔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走再突然 走再来